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首 现代八大菜系代表 北方招牌菜系 提起鲁菜 人们常常会联想到 它的众多头衔和辉煌历史 随口还能抱上几个经典菜肴 像糖醋鲤鱼 九转大肠 爆炒腰花 家喻户晓 民生在外的鲁菜 原本在中国饮食文化中 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 但近些年却屡受质疑 有人说他没落了 有人嫌他黑乎乎油乎乎 这一系列的标签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4月2日 接着来到创始于1932年的 鲁菜老店燕喜堂 一探这一舌尖上的老味道 作为鲁菜辉煌时期的代表餐馆 燕喜堂见证了鲁菜 起起伏伏的发展是 年近60岁的高级烹调师 邓君秋在这家百年老店中 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年岁 对于鲁菜 他至今依然保留着 最传统的烹制方式 据邓君秋介绍 他从小在燕喜堂长大 鲁菜结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就是说 从小在燕喜堂长起来的 因为我母亲就在燕喜堂 那个时候就是说 从小就是说 放了学就往那跑 79年年底 进入燕喜堂 进了燕喜堂以后吧 就是说老师他都有一个 这个观察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 他才能收拖 我就是说 有三两三年以后 就是说 老师你看着上是比较不错 就是人老 崔晴老师 我的这个 秦蒙老师 就从他身上 学到了一些 鲁菜的一些做法 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 拜师学艺 科班出身的邓君秋 一直紧进师父教诲 从刀工到煎炒 从冷盘到热灶 坚持用传统老技法制作鲁菜 他说 鲁菜过去属于宫廷菜 食不愿惊 快不愿气 选材讲究 百菜百味 中国北方的大多数远席 都以鲁菜为基础 做鲁菜是比较繁琐的 就是说 从神到叔 百菜百味 故事的鲁菜 就是说 它讲究的比较是 一个糖 这个糖要做好 因为厨师的糖 长袭的墙 这都是一个 由老一杯来讲 它都有一定的说法 用这个糖来调味 不用一些 就是说围经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调料 在谈及卤菜中的经验作品时 邓君秋现场 为记者展示了一道 做法十分繁琐的传统名菜 糖醋鲁鱼的制作过程 这个步骤就是 大刀 大划刀 就是七上八下 这是八刀 二三四五六七八刀 这边是七刀 为什么要这样 你说这个鱼 我叫它劝起来 劝起来它有一个内外景 这样它就是 好劝 因为这边是八刀 邓君秋一边在案板上数量操作 一边介绍糖醋鲤鱼烹制步骤 糖醋鲤鱼最难把握的地方 一个是利用油 把鲤鱼吉祥的月龙门造型炸制出来 一个是调配酸甜适中的浓汁 一盘品相过关的糖醋鲤鱼必须要做到四开 起开 塞开 肚开 赤开 邓君秋说 除了在烹制方面比较复杂外 这道菜的选材也非常讲究 过去糖醋鲤鱼 它就是说 从泉水里边 饲养一段时间 它才能去掉它这个饲养的腻形味 我们演艺堂里边 就有这么一个圈圆 这个圈圆就要永远圈 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边 饲养了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制作 就是说 发扬了这种传统的一些东西 传统的一些手法 上世纪90年代 随着川菜 粤菜等菜系的火爆发展 卤菜逐渐受到冷落 不少百年老店门口罗雀 面临生存危机 进入21世纪以后 振兴卤菜的呼声不绝于耳 谈及一些人对卤菜有黑乎乎油乎乎的评价 邓君秋认为 卤菜对成菜的技法和颜色有严格的要求 每道菜都有其独特的味道 卤菜他们就是说 黑乎乎 黏乎乎 但都是一种错误的说法 因为这个卤菜呢 它是这个颜色 从这个成菜的这种 气法上 它都有一定的要求 并不是说是黑乎乎 黏乎乎 你想这个 炒鲤子 它就是这个白色的 你想早留一片 它就是淡茶色的 而这些菜呢 就是说 它都有很大的基础汗量在里边 谈及卤菜日后的发展 邓君秋说 卤菜一方面要坚持传统的技法和老味道 像做菜时不加味精 讲究种种大气 平和养生 让人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拥有健康 同时也要根据现代人的生活习惯 提升制作速度 如疫情期间 烟锡堂还推出外卖配送 让宅家隔离的市民也能吃到卤菜 这也是一种以时俱进的改变